拿著書籍細心幫馬兒書毛抓背 不時低頭親吻互動 她是阿諾哈客運董族的女兒 關正穎 放棄繼承家業勇敢追夢 開設馬場 用心呵護每一匹馬 原來關正穎23歲那年 練上馬場技術教練 就此改變一生 她也很有興趣 她就說那如果可以把 就是工作專業 變成自己的就是興趣 就一起找的地方 然後一起開了馬場 看準位在新北淡水的山區 建立馬術莊園 開啟宛如偶像區般的生活 沒想到卻捲入業家土地糾紛 被擋住出入口去路 還遭到勒索 我們要開我們的車子 進去我們的地 那因為我們會經過他們的地 所以變成是 她就把我們擋住了 所以那時候就先放在那裡 那我們跟她說 你可以讓我們停到裡面去 我們就不會擋到了嗎 那但是她就不願意 因為莊園內除了自己飼養 從國外進口的馬匹 也替選手名人管理愛馬 處都脅迫後更擔憂如何 讓這20匹馬繼續生存下去 其實警方他們還是朝向 就是私人糾紛唯有 就是草 馬要吃的這些比較重要 所以說我們還是有排出一些問題 對 盡量以動物為主 辛苦經營七年的馬場 卻意外惹禍上身 關正穎和丈夫只能攜手面對 交由司法處理 只盼盡快讓莊園回歸正常生活 新新聞公平友張家裕 前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